剛剛過了禮拜有金像獎 雖然我們隔了這麼多天 我和Amanda在這裡 怎可以品評一下金像獎的衣著 怎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特地留下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沒有在報紙雜誌評過 我留下自己的節目講獨家 我們很多東西都是獨家 我們這些私人士都不在外面說話 所以你怎可以不讀聽我們的節目 叫朋友,知道嗎 100元三個月 貓貓狗狗 我不說了,生氣 我們講一下出路的影后,Mo姐 我覺得Mo姐穿得很適合自己 高貴得體,大方又簡單舒服自然 又不會太生氣 又不會太誇張 我覺得整件衣服都可以的 這個牌子都是典牙高貴的 是,出名的 我覺得都欺負到好處 雖然沒什麼大驚喜 但是穩穩陣陣很安全 是GA來的 他穿兩件也是 我反而覺得紅地毯比上台那一件 對 今天大家換衣服 很多人都不連都是 紅地毯和上台不同衣服 每次都是 如果有人贊助就不買 用一下 換一下 另外,大家對Stephie鄧麗欣這件 Valentino很好評 這件其實是Valentino 我覺得這件衣服很少女 穿得挺漂亮 我覺得這條裙子挺漂亮的 但我又不知為何 覺得好像紅地毯 又是Casual了 又是Casual了 我也不知 不過有時看相片和看現場是不同的 可能現場是OK的 因為它有豬片 我覺得現場和看相片是很大分別的 是,好像Casual了 看相片就好像Casual了 但現場不知 但我覺得這件衣服都適合 老實說,如果波濤洶湧著就很肉酸 一定可以 現在這樣不是太多 反而我覺得更好看 一定可以 我覺得這件衣服其實都能接受到 很多人就說好 因為它那晚拿了最佳衣著 這件衣服在現場 我覺得有美好得可以拿最佳衣著 我反而喜歡另外一套 入了場之後 我反而喜歡這件 這套就有風範一點 是,我覺得這件fashion一點的感覺 適合上台一點 對,而且適合的場合更多 是Mor Night,即是晚上 人家說Night gown,Night gown 還有這個髮型我覺得都sleek一些 有模特兒感覺多一些 新潮一些 時尚一些 有大都會女性的感覺多一些 沒有這麼妹妹 剛才那個妹妹 我反而喜歡這個又有型格多一些 對,我們又看下一位 下一位就是安安姐和薛凱琪 這個是一個對比 我也有這張照片 但我覺得兩個都有點生氣 你覺不覺? 都覺,因為薛凱琪 有些人說她像婚紗 但我覺得婚紗得來都OK的 有青春少女的感覺 而且她的衣服夠幼夠長 我覺得是好看的 我覺得反而下擺可能不太公主 整件事還會適合 如果不那麼大就好一些 沒有那麼像婚紗 安安姐那件我覺得都適合她的年紀 其實以安安姐的年紀 她保持得很好的 是,是白色來的 但我覺得這個白太白了 很難穿的 你覺不覺得太白了? 我覺得可能off少少的白會好一點 有少少收來的了 而且現在太off太白了 但她這件衣服我看過她後面背部 也是low cut的 看到背部有laces 又是很性感的 這兩個安安姐的同事 其實我覺得不過不失的 不是說最好,但都合格的 我反而覺得欣賞Dini姐 你穿得全身紅當頭,不是很好這個風格 又不覺得她很離譜 我又覺得她穿得挺欺如其分 很好看 因為是裙的length 如果你太長就太隆重 而且身形高度又不是 很適合她 現在這個length我覺得有些復古感覺 很大方 又大方得體 整件事又簡約是上的 加上去染染色頭 而且她的頭很有型 令整件事很好看 沒錯 變得很成熟優雅 長身紅又軸 她有手袋點住 手套仔 她整個人的肢體語言又很好 變得給人很classy的感覺 對,她擺明是玩復古 對,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每個肢體語言都很影響 當然,你沒理由穿晚禮服 即是咬腰 對,我們永恆都看到肩膀的海潮 我覺得她這條裙子 你覺得怎樣看呢 我覺得雖然繁複一點 但Irene也算是carry 她可以carry 因為很feminine 很女性化 她一向都是走路線 我覺得她可以carry 這條裙子也難穿 難的,很複雜 對,而且很beasy 但我覺得她carry又不是太beasy 即是不會穿了會逐 因為其實這條裙子很容易逐 一線之差 我就未必可以 其實她carry可以得到 我覺得也是合格的使作 而且因為她頭髮沒有太多 我覺得頭髮可以再短一點 現在有點長 其實她紮起,如果clean一點 或者輕輕放一邊 clean一點就可能會更好 可能效果會更好 我反而不喜歡頭髮放前面 我覺得浪費了衣服的細節 即是看不到頸部 周秀娜也是不過不失的 我覺得是偏成熟了 因為周秀娜其實都從年輕 我覺得這條裙子比較beasy 太多detail 而且成熟了 我覺得是老了 令到她老了一點 其實如果不是那麼多 不是有瘦花 可能正式簡單一點 都可以 因為其實這個款式 沒有太大特別 有很多衣服的款式 她身材又厲害 對,她有身材 所以這麼多東西 在她身上 就會好像多了 對,而且我覺得 頭髮裝 都是簡單了一點 其實剛才 Staph的裙子 黑色那條她穿 都會好看 對,她身材很好 我覺得 立即 很聰明 今天阿湯 很聰明 很聰明 反應很快 然後我們繼續看下去 然後顏卓玲 我覺得顏卓玲 都很適合她的年紀 因為她都很年輕 SweetSweet 我覺得適合她的年紀 但又不是很特別 又是 我不明白為什麼現在的紅地紙 沒有什麼嘩嘩聲的衣服 可能剛剛的季度 都很安全穩陣 大家都很安全穩陣 我覺得顏卓玲 也有一點點復古 柯德里夏平feel的一條裙子 都適合她的年紀 都很甜美 穩陣 穩陣的,甜美甜美 穩陣之作 我覺得OK的 又沒有什麼 沒有看 她的身形其實很容易穿 我反而覺得蘇麗珊 都很清新 很新鮮 因為她都是小小粒粒的 如果這麼高度的人來說 她其實算穿得挺好的比例 我不知道她有多高 因為蘇麗珊是矮的 不高的 我覺得你看下去 又不覺得她很小粒 穿得自己身形比例不錯 這條好像是Dior 我覺得都很清新 很適合她的年紀 看下去 起碼想深月目 又青春可人 我覺得OK 然後我們又看看另外一些 趙美 趙美這件 我覺得拍得她很肥 又不是衣服不好看 但我覺得這件衣服 可能是平一點便一點的人穿 就會時尚一點 即是沒有什麼身材 對 她太有身材 現在又太洶湧 就令到衣服好像大媽 太有身材了 對 所以我覺得平板一點的人 就會適合 不知道她是不是肥了 所以這樣 我覺得阿薩也是太穩陣了 可以多一點點 不過就安全公主款 不過又穿得很年輕 我覺得都合格 今年我覺得沒有太話太嚇人 但又沒有很大的驚喜 是 接著是黃遠詩 黃遠詩其實 我反而覺得她挺有character 我很欣賞黃遠詩穿衣服 很有自己的風格 很有自己的style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貫她的風格 對 即是有些 playful 有些玩味 好玩 我覺得挺適合她的 但我覺得這個場合 又不夠 對 因為她選擇不穿晚裝 對 她知道大家會穿 對 有時也會這樣 也挺有趣的 是有趣的 但我覺得好像又差了一點 適合場合 就不是很隆重 對 我覺得要隆重一點 可以隆重一點 其實如果要隆重一點 可以換一雙鞋子 或者穿黑絲襪 沒有那麼擀腳 感覺又會比較隆重 我覺得現在差了一點 但其實這套衣服很漂亮 我覺得新人真的嚇死我了 我有些害怕 對 這個真的不知道她做什麼 對 她簡直好像奧斯卡白寧 出現那些套衣服 你有沒有發覺 我忘記奧斯卡白寧是怎樣 依不驚人不罷休 對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慘不忍到 有些害怕 對 這個好像是新人 叫做什麼 梁翁婷 我沒有記錯 今年都是新人比較嚇人 對 我覺得整個打扮 有些低手低格調 其實我原本覺得這雙鞋不錯 對 但不是這樣搭 但不是這樣搭 上身就太過給人感覺 低手一點 太過刻意 上面就性感 下面就想浴 這些新人都是給他們一點時間進步一下 這位鄧月萍 我覺得她是新人裏面比較好的一位 都很清新 很適合她 整件事都很舒服 顏色又漂亮 雅緻一點 對 雅緻一點 但我覺得可以改善 就是裏面底的裙子可以短一點 整件事就很青春 很適合她的年紀 會令到她的比例漂亮 而且腳長一點 因為現在裏面太短了 如果裏面把裏面的底裙 可以改短一點 她其實也是一套很漂亮的打扮 對 如果多一點經驗就會好一點 因為通常真體試了上身 你不知道上鏡是什麼效果 你長久了 你又會知道 我明白 有時衣服可能是贊助借的 你不能改善 但我覺得可以輕輕把它摺短一點 縫一點 或者連膠紙 我們最喜歡出一些古惑的 連雙面膠紙 如果她短一點 就可以適合她的身形 讓她和腳都顯得長一點 下次再加一次 下次留意一下 余香營這套 我是有點害怕的 其實我覺得她整件事的出發點是好的 因為是利用一些 其實上身是有像金像獎 那些金像獎的獎座 下面有些菲林 還有手袋有一個菲林盒 所以她整件事的出發點是有意思的 是想營造一件事 我覺得有訊息 但奈何眼高手低 但其實她加一件皮褲子就可以了 當然也不是 加一件皮褲子可能感覺好 加一件皮褲子就完全沒有事了 我覺得其實不關身事 頭部沒有弄成這樣 現在頭部令整件事太多了 如果是正常一點的髮型就好一點 其實頭部都有撞的 但你加了一件皮褲子 就變成可以拉起來了 我現在覺得頭髮最出事 是太多了 我覺得她下身 我欣賞她有訊息 有意思的 其實整件事 但可以execute得好一點 現在execute得不好 即是實行得不好 實行得不好 下次再進步一點 新人第一次難免會重手 這位是譚善賢 我覺得這套衣服有點像戲服 或者像演唱會衣服 我覺得像登台 演唱會登堂 即是你會表演的時候穿 或者別人的歌舞劇的戲服 其實本身我覺得這套衣服的設計不錯 但我覺得用色用料不好 其實我挺欣賞她短頭髮 我喜歡女生短頭髮容易覺得帥 我覺得可能不是領長或領長 或者不是這個物料 這個場合 但如果表演嘉賓是合理的 但他們都是新人提名的 雖然沒什麼太嚇人 但真的沒什麼大驚喜 不過我所知新人借衣服比較難 其實未必有很多選擇 可能他們都不緊要 那些大品牌真是有點衰 會瞄你 我們不借的 他不適合我們 會這樣的 會的 我真的不怕在這裡說 我受過很多這些戲 大家都知道 有新人也要幫人 說不定鄧氏人是紅星 老老實說 為何要瞄別人 每個人都有新人那天 你都給人機會 新人沒有人幫 你自己有時候也有人幫 也想人幫 也想人幫 有時候不要一眼看死人 不是每個人都是劉嘉玲 劉嘉玲也有做過新人 劉嘉玲有錢不用你借 我自己買都買得起 是 我借我也未必要 你給我穿也未必穿 不是真的 這些就是那兩極 有時候真的 我覺得我不適合 你借給我也未必穿 我真的試過有些新人想幫他借衣服 他問他嗎 不用了 你這樣就能反應 我問一下 我可以跟新人叫我借衣服 你不要叫我問 是很現實的 我不會幫你問名牌 普通的一些地方 或者一些小的設計師 會OK 其實我也覺得 做新人其實都不一定要很大的品牌 其實有些地方設計師 適合自己就可以了 也都幫幫香港的地方設計師 可以大家互相幫忙 我試過有些品牌借了一杯 我借給你 因為跟我有些交情 你不要出我名 不用跟別人說我們借的就行了 所以我很喜歡幫新人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你給了一個機會幫人 我們當日也有很多人幫 才可以做到今時今日 所以現在我們有能力為何不去幫別人 我也明白大牌子可能他們有很多掣肘 也有些高層會看 也可能覺得不太合風格 怕被人罵 很多人做事就是不做不錯的 做多就有機會錯 沒錯,很多人是這樣 但我們絕對不會的 我們絕對不會的 不,我們說事實 我們說的所有事都是事實 沒有作的 亂吹的